這位74歲伯伯被電單車撞到 整臉都是血 這條片是由另一位電單車司機拍到的 事發在星期四下午3點多 伯伯在宇宙街173號對開 懷疑被一部電單車撞到 司機疑似不顧而去 有沒有事啊 有沒有事啊 他有拿出紙巾幫傷者止血 不要動 慢慢躺下 放下手 放下手 吞不住 吞氣 這邊有沒有痛啊 這邊呢 現場另外有一部Tesla停車協助 而另一位女士就上前遞上紙巾 警方將案件列作交通意外後不顧而去 正追尋邵氏電單車司機的下落 全城防騙 現在有很多騙徒會假冒大機構 傳 SMS 或 WhatsApp 給你 叫你按條假鈴 騙你的銀行或信用卡資料 別想當啊 有懷疑 檢查防騙伺服器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